近十二米高的巨型兔子 从建筑物中探头而出 艺术家陈朴的未来穿梭兔子洞 不管是路过的行人或是捷运旅客 都能一秒吸引目光 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是从小到台北长大 那我自己从捷运这个 第一条开通的捷运演线 就是就一直搭乘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挑展览位置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说可以跟捷运有关联性 那我觉得这个兔子洞 其实就象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大捷运其实都要进到一个隧道里面 然后去往你的未来前进 那我就希望这个兔子洞的概念 可以帮台北城市打开一些未来的想象 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也结合了 就是区块链的一个web3的一些人物角色 叫做Clone X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未来机器人 邀请他们来到台北市 然后来欣赏台北市的一个美景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在这个场域 其实它的建筑量体非常大 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个把整个场景 跟建筑物3D化之后 然后在VR的空间里面 去做到放样跟定位 所以我们这个兔子的整个比例关系 会跟建筑物是比较协调的 然后它也不会遮挡到logo 那不管是从捷运上或是远方 或是在进的这个场域的观看 都是非常适合这样子 在SOGO中校馆前的Hi-Hi的 以可爱的大型充气装置 表达人们有时想躲起来 又想让别人看到自我的状态 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 则是有国际艺术家大颜奥斯卡的光兔献宗 这件作品名字叫Hi-Hi 是打招呼又藏起来的意思 那大家兔年 今年是兔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艺术家 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兔子 可是它跟一般的兔子的形状很不一样 它是有一种藏起来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符合照 像一只兔子它很调皮的心境 然后也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那种 我想被大家看见 可是又想要表演是 然后又有矛盾很有趣的那种 世代风情 那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作品想要表达的 那这个作品它其实有很高的互动性 人们除了可以里面进去拍照 还有打卡之外呢 它拍手大家可以看到民众玩得很开心 拍手的时候也会有光线的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作品 这次的作品叫做光兔献宗 然后是由四次受邀到 日本赖户内海艺术记的 国际型的艺术家 戴亚奥斯卡他所设计的 那这只兔子其实叫做光兔 是戴亚奥斯卡他在 有一次在法国那边等飞机的时候 发现现场有一个 那个兔子造型的这个灯 然后他以这个为素材 然后创作了这一展 创作了它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光兔 一个叫影猫 那由于今年是刚好 我们是否农历的兔年 所以奥斯卡他这边就 特别创作了这个兔子 然后来祝福我们这边农历的新年 那这光兔献宗就很像是一只兔子 仰望着地球 代表的是我们台北 其实是地球村的一员 那在作品里面也藏了 奥斯卡这边的一些巧思 那光兔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型的装置 那在影猫的部分就是融合在我们前面那个圆形的球里面 除了兔子造型的灯饰 墨西哥艺术家路瓦李维拉的作品 融融将由水接触时的形状 以编织艺术呈现 象征城市走过的历史 而彩虹教堂则是展现台北 作为亚洲推动同志游行的第一座城市 因为包容而美丽 这些作品是主要是要跟 让作品跟人互动 然后它有 这个作品的概念是因为说 它有一天在城市里面 发现地上有个水蛙 那那个水蛙它里面有水跟油 它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景象 于是它启发它这个想法 这些作品它除了说 这个亮丽的色彩之外 它主要也是想要呈现 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那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去呈现 不见得是人种的多样 也是文化多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社会 我们这座彩虹教堂 它是设计师那个朱志康老师 这边设计的 然后它是以平权的概念去设计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 台湾是亚洲地区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有的爱都需要被受到祝福 所以朱志康老师特别以彩虹教堂这个概念 因为彩虹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那也包含了所有需要被爱跟爱人的人 然后特别以像这样子一个充气的装置 然后去展现出这个我们台北市这边 跟其他都市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塔尖的地方是两个大型的音叉 当风吹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如同 那个教堂般的那个钟声的声响 不只大街上精彩 商圈巷弄内也由专业艺术团队 梅合店家与艺术家 设置43件艺术路店作品 让东区宛如一座大型开放式的一郎 我当初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高耸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饮料店 那美兽这只怪兽它其实是一只外星怪兽 然后它是以美为食 因为它当初诞生的时候是在一个理发厅 然后我就是想说让它是吃美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大直 越来越长大 然后它的这个触角其实是不是像章鱼 它其实是来自于像头发的延伸 那这次在跟OO的合作上 我就是想说让它吸收这个饮料店 美好的饮料的一切 还有这个东区的一些能量 它平常是黑色 这次特别改成银色 让它具有一点太空风 然后结合这个空间 让它比较更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我们这次艺术路店呢 梅合了43间 43间与43位的艺术家与商店 那在过程中 我们是把艺术品放到店里面 其实除了是希望说 让艺术跟商业碰撞出更多火花之外呢 其实也是希望引导大家 可以就是除了去公园 或是大型工厂看大灯的话 也可以回来东区消费 然后把艺术跟消费 跟商业这个本质呢 这三者就是互相加成 然后来带领大家 拿到市民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子 那这件作品 浪院这件作品呢 它的主要形式是 源自于那个服饰会 那也是本身 这也是为了呼应 就是店家他在里面 装潢的一些 比较日式氛围的形式 我们的艺术入店有非常多 包含了十一住行的一些店家 而且还有一些手座 其实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体会 然后在游走我们的光展区的时候 休息累了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店里面 去消费 然后去吃吃我们的特色美食 在整个光展区里面 除了有大型的这样子灯饰艺术以外 还有43件入店的艺术 那包括了各个领域 十一住行都有 所以大家在逛灯区的同时 也可以进到店里面去 吃点小东西 那买买小的饰品 一起来活络我们商圈的经济 我们也特别有针对 我们的艺术路店等等 整个16个中型灯区 一起有一个串联的五条的路线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官网上面 可以按赌索记 深入来体验我们东区商圈里面 各个艺术路店的添加 跟我们整个环境 走逛精彩灯饰和艺术作品后 灯会还募集多达300间以上的特约店家 店家们纷纷祭出各种优惠活动 让赏灯民众吃喝玩乐 一网打劲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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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